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 曾经用了很多 但现在就还好 都说你是行走的表情包 你做表情管理这件事情你有付出过哪些努力 因为当时播的那个戏确实是我播的第一部戏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有点紧张 然后可能那个面部表情管理就没有做太好 然后后来其实有很多人跟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 我当时是真的每天晚上对着镜子去做自己的表情 就是如果我有一个什么试积片段 或者我第二天要去拍什么戏 我会就是当天晚上 就是提前一天晚上我会在镜子面前先练习好 就一定不要做出太出格的表情 日常来说的话每天会照 花多长时间照镜子 日常我要出门的话我会照 但不出门的话就不照 早上起床第一眼如果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会不会突然被自己摔倒 不会 我没有那么自恋 有没有很多人说你眼睛超级大 有有有有 从小说到大 有没有见过比自己眼睛还大的男艺人 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这些那个戏里 有朱赞景 他眼睛特别特别大 都挺挺多眼睛大 甚至于我们那戏里的所有男孩眼睛都特别大 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处女座男生 我觉得自己还 看 看情况吧 我觉得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 自己有些特性的还有特质 还挺有要处女座的 但 其实跟我相处久了的朋友 觉得我就也还好就没有特别特别处女座 我接下来会说几个处女座男生的典型 特征 看你中的那个 好 第一个 对颜值特别自信 曾经吧 曾经读书的时候 我觉得对颜值还挺自信 后来这进入这个圈子 发现长好看的人太多太多太多了 第二 颜扣 还好 还好 这个还好 还干嘛 不是吗 我觉得 还好 没有特别严控 第三 特别注意细节 挺注意细节的 特别注意细节 我可能 我特别爱收入冰写 就是我 我就特别喜欢把家里收拾的那种整整齐齐 就比如说什么地方该放什么 什么地方该放什么 然后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 就宿舍里的那个卫生也都我打扫 就我特别喜欢规矢 就是你是一个 特别洁癖的人 是吗 我没有特别洁癖 我就喜欢 就不要太脏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 自己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的话 你觉得哪两个性格是最有特点的 哪两个性格最有特点 我觉得可能 表面上给人感觉 就是 挺单纯挺傻的 但其实心里如果有一些小腹黑 我觉得还挺有特点的 就是你是一个哈利波特 如果可以的话 最想学的魔法是什么魔法 最想学的魔法 我想一下 其实我之前看哈利波特 就印象最深的魔法 就是他们那个第三步 就是那个当时那个 莫平教授 把教他们那个什么 一个注意叫什么 ridiculous 假如可以戴上分院帽的话 你感觉自己会被分到哪个学院 我特别想去格兰芬多 但是就我身边有就是哈利的那个朋友 就觉得我更想就是喝七怕七 就觉得我会 就会更觉得我会去喝七怕七 他们说那个学院是什么 忠贞什么忠贞 然后什么政治 然后什么就是什么 有一些什么欺而不舍的精神 他们觉得我还挺适合的 因为说格兰芬多好像有的 就是说你要什么特别的 就是英勇善战 好像有那个意思 反正我 他们觉得我不是那种 觉得自己吸引女友粉和妈妈粉的点 那是什么 如果我觉得吸引女友粉的话 我觉得可能 我自己感觉可能更多的是 剧里的一些表现 我觉得可能会让一些粉丝会喜欢 觉得就是女友粉会喜欢 但如果吸引妈妈粉的话 我觉得就是像我私底下 就平常我私底下这个样子 就可能单纯要傻傻阳光的这种 我觉得会比较吸引妈妈粉吧 那觉得粉丝做出什么样的 就是表情 或者是跟你喊什么话 最能引起你的注意 也是之前就是去机场的时候 就那段神戏在播嘛 他们说有一个粉丝 真的巨大声地喊 大成注意表情管理 就巨大声 我那么多懵了 然后自从那次我就知道 表情管理真的很重要 整次都会叫你说 叫你弹塔的经纪人 对自己怎么看 我第一次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但如果弹塔真的可以帮我赚钱的话 那真的再好不过了 弹塔在家里排行第几 排行第二吧 我觉得第一还是我 就在我妈眼里 还是我 虽然感觉就我妈更关心弹塔一些 妈妈更关心弹塔 你会吃醋吗 还好 还好 你觉得自己在弹塔的心中的地位 是主人好朋友 还是只是一个禅食官 当然只是一个禅食官了 我觉得在猫眼里可能 就我们都是禅食官 跟妈妈的关系好 就可怜我妈妈 就特别爱我妈妈 但我只要一抱她 就挠啊 就发疯啊 就跑这种 有 我每一次带着她营业 她都是被迫营业 她都不愿意 除非我就是给她喝什么酸奶 或者就是手里在远处 拿着那什么猫零食 什么猫罐头 就是吸引她的注意 她才能稍微配合我一下 要平常真的是 一下子都不配合 古装戏和现代戏 你都有演过 觉得古装戏和现代戏 在拍摄体验感上 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古装戏就是累 就特别累 就拍现代戏就很轻松 因为我刚开始拍古装 可能就是多一些 后来就是拍一次现代戏 之后就发现 哇好轻松 好说好想拍现代戏 古装戏对你来说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拍打戏 因为我属于那种 质地不是特别协调的那种人 所以每次拍打戏 我都就是要练特别特别久 然后就压力特别大 就特别害怕 就是耽误剧组的时间 或者害怕就武术 导演就骂我 古装戏拍多了会有发际线上移的困扰 你有这种困扰吗 当然 我身边哪个拍古装戏的朋友 没有这个困扰呢 大家都有这个困扰 那是怎么解决的呢 那个擦护发的那些精油吧 我觉得 就是什么那些什么 什么生发的那些东西 就没得玩什么涂 就给头发按摩 那可能多久以后 变成秃头少年少女了 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就少熬夜吧 然后少熬夜少熬夜 因为我觉得熬夜真的就是 就是脱发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 真的就是少熬夜 那你平时都几点睡 我要不公劳 我真的是每天睡得可早 我十一点左右就睡 十一点 十一点的睡 然后第二天就八九点起来 就没工作的情况下 没工作 听说你会去给朋友安利丁雪前 平时会不会很喜欢看动画片 特别喜欢看 就很爱看那种 就是那些什么 蒙蒙工厂和迪士尼 都还可以特别喜欢看 最喜欢的三部 许蒙环游记 然后那个许蒙环游记 机器人总动员 然后特别喜欢欢布兰 特别喜欢欢布兰 还有阿拉丁也很喜欢 美女野兽 美女野兽 那么现场演唱一下 冰雪前二的主题曲 I can hear you but I want some look for trouble while others don't there are southern riddons I should go about my day I ignore your whisper which I wish will go away 然后就 into the unkn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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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这么好听 小时候会不会妈妈会 让你在亲戚面前表演一个 当然 从小表演到大吧 好累啊 就每次就是 就小时候我其实 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跟我爸妈出去吃饭 因为只要一出去吃饭 就要表演 真的 就出去就要表演 然后每次可能吃到一半 然后说 诶那个谁家小孩 是不是要出来 就唱一歌了 这种 然后我就 我就知道 该唱了 就小时候就不是特别喜欢 参加饭局 好 这边是个小挑战 现场联系一个村中好友 想办法现在借一百块钱买白菜 收到转账 其代表挑战成功 行 我 我打给我的同学 就是我那 我一个好朋友 他最近参加了那个 《青春有你》 然后他叫 刘令兹 他说 我看看他在不在啊 因为之前 每个时候打给圈内好友 我每次圈的好友 就那么几个 但现在 就我这个好朋友 他也变成了我的圈内好友 我觉得可以试试打给他 但我不知道他接不接 他们好像在 在 我把声音调大 我把他们好像在排练上 不见得就尴尬了 听得见吗 听得见吗 你在干嘛呀 咋了 我就给你问问你在干啥 你在干嘛 你在忙吗 我在吃饭 我在吃饭呢 哦 在吃饭 你最近在忙啥呀 你在 你在排练吗 你是要参加什么 好像是我看那个 微博有个什么说 你要参加好像 618的一个晚会是吗 我不看 但是我没有 待会儿 待会儿排练 快了 应该还有个20分钟左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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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一个事情 那 咋说呢 你今天怎么这么不正常 你正常练习 我不正常吗 天爷 我很正常啊 那个 有一个小请求 你能不能 你知道最近 不是大家都 都那个摆摊吗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不是什么 那个 都到面摆摊吗 就我现在也 也想摆摊 我想问一下 那个摆摊到底是什么 我也看到了 那个摆摊 然后我有 你说那个摆摊是什么 就真的去摆摊吗 对啊 就真的去摆摊啊 挣钱啊 就是去摆摊 就卖那些东西 但我是最近 我真的不知道卖啥 然后我之前不是 就玩游戏吗 可以卖大头菜 然后我就想 真的就是去 不是汪泽车 你在说真的吗 真的呀 我干嘛骗你呀 这有啥呀 真的 真的 我真的要去摆摊 我又想 但是 不是活动吗 还是你要去摆摊 不是活动 什么鬼活动 我是真的要去摆摊 啊 就我想去卖白菜 真的 我真的要去卖白菜 哈哈哈哈 你笑啥 什么鬼 真的 但是 然后呢 我能借我就 我就借我个100 100块钱 可以吗 喂 听得到吗 也就是说 你这一通电话 打过来 我完全不知道 你在讲什么 就是你要去哪里 卖白菜 我白摊 白摊卖白菜啊 你肯定你要先找好 你去哪个菜市场 我 我去那个 就是我家附近有那种 有个菜市场 我就打算在那里摆摊了 啊 那 那有 万一有人认出你怎么办 我 我 没人认得出我 真的是 我 谁能认出我呀 对不对 嗯 哎 不是 不是 那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就是 天吟 到底你在说什么 我就是管你借钱 就借100块钱吗 对啊 就100块钱 就你现在转给我 行吗 就转100块钱 等一下 我思考一下 我觉得有一些 就是说 你今天有些不太正常 哎 就是说 你怎么会向我借钱呢 你那个就借吧 如果你要实在不借的话 那也没关系吧 好不好 你 不是 就是说 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问我借钱 我现在极客就给阿姨 你发条微信 我要问一下他 到底怎么了 哇 那有点 那 那 那 我 不是 不要跟我妈发微信 我觉得那 哎 好了 算了 我真的现在汗流了一身 行行行 我现在在 我现在在这个 我现在在巴扎 对 听我说 听我说 不要跟我妈发微信 我现在在这个巴扎 哇 我的采访前 他们要我完成一个挑战 就是管我的圈内好友 借100块钱卖白菜 你知道我满头大汗 我就有个挑战就要失败了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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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那个 我们巴扎 哇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怎么样 OK吗 好 好啊 你打吧 巴扎 哇 大家好 我是刘令姿 嗯 哈哈哈哈 好 期待你未来有更多新的活动 然后新的作品给大家 好不好 太官方了吗 你 好 那 那 迅速请我吃饭 谢谢 所以你算是失败了是吗 嗯 我失败了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就是 我就是勉强的给你转100块钱 哈哈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那我要挑战一下 哦 你好专业哦 哈哈 你要不就跳一下 嗯 我的那个 戴盖吧 怎么样 算了算了 如果你不想的话 那我就不转100块钱了 那你就是挑战失败了 看你是愿意做一个赢家 还是愿意做一个输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迅速趁我吃饭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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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